Hello大家下期过的怎么样 今天呢就是来分享我这个月的爱用 都是一些超咪咪的能让我妆容加分不少的小东西啊 价位都比较美丽大家可以放心观看 首先就是我连用了一个月的底妆 就是这个黑金气垫 我第一次用就被它的细腻度折服了 能够直接扛得住我的手机后置啊 它出来整一个就是细腻服贴的那种奶油肌 就显得整个皮肤状态很好 好像没什么毛孔 但是对比我没有上的那边 就是那边就是很粗糙 就没有想到它的修饰效果这么好 而且它整一个粉质就是细腻又服贴 而且它是比较偏润一点的 所以我是比较推荐干皮或者你秋冬来用的 这款气垫可以说是我今年试到过 就粉质细腻度妆效来说 表现的都比较靠前的一款气垫 如果我要出秋冬爱用底妆的话 这个必须榜上有名 接着就是花枝小的这块腮红 我是把它当做一个定妆来用的 因为它整一个粉质它是比较细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的 所以它就是出来那种很自然的体浪效果 就像是你用雅光高光加散粉 融在一起出来的那种效果 它没有就是这种纯雅光高光出来的颜色 那么的实 它会更加的融敷一些 所以它出来的效果又会自然一些 但是它喷出来的效果真的好好看 我一般就是先用它定了我一些凹陷的地方 然后其他地方再用普通的散粉 去做一个简单的定妆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的脸部轮廓感立马就有了 然后就是这个月的超爱眼影 就是这个蜜瓜色眼影 它补了很久 我最近才入不得不说乎 它是有道理的 就是它这一盘的粉质 它做的很细腻好晕染 而且它是这种蜜瓜配色 像我的话就是眼皮会有点暗沉 我一般就是用了这两个颜色之后 我整个眼皮的暗沉就已经八八六了 就是它还有这种能够让你眼皮暗沉 敲骨声息的搞干净的这种作用 然后这里面的每一颗颜色 它都是低饱和 所以它虽然是这种橘色系 它上眼也不会觉得肿啊夸张什么的 就春来的眼妆就是非常的多姿少女感 真的很有那种蜜瓜加水蜜桃的感觉 就更适合春夏来用的 里面这一颗亮片呢 它做的也很漂亮 它不是很夸张的那种闪 它就是那种微微的水光感 就恰到好处 接着就是突破的这个卧蚕米 我之前是不喜欢这种全珠光的卧蚕米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夸张 所以我一般都是用那种亚光米白色 但是我用到这个之后 我觉得能理解它为什么这么火了 首先它的珠光就是上在你卧蚕的地方 它不会很夸张 它是那种偏断光感的 其次它出来是那种很自然的 肉肚肚的感觉 不是我原来想象的那种 即将一整条很死亡的那种 所以它真的很值得去尝试 栽红就是这块 带一点点小金闪的蜜桃色 贝尼菲的这块真的太好用了 我买的是这个小的 才50块钱 而且粉质做的挺好的 它上出来呢 就是会有那种少女感 而且它是有一点点光泽感的 所以你转动头的过程当中 是能够看到它光泽感 而且像在面中的话 会有那种微微蓬蓬的效果 它就是这种鲜嫩的氛围感色 而且它融入度做的比较好 就像是你皮肤天生透出来的好气色一样 这个颜色就是调的好 它上脸基本上是不挑肤色的 下面这个就是别人贴着 你的眼睛看都看不出 你贴了假睫毛 这个真的聚自然 很抹身 很心机 你就去搜这个泰妆 然后看到这个款式 哪个便宜买哪个就好了 这个是我一开始花十几块钱买的 后来我就发现了 这种几块钱的用材也很好用 它就是能够自然的帮你把睫毛拉长 但是它又不会说过于浓密 会有太重的妆感 这个就大家哪怕是素颜去贴它 都不会觉得夸张 接着就是我这个月超爱的液体眼影 就很难得我今年又遇到了 喜欢的液体眼影 因为它整一个颗粒是比较小的 而且它的亮度很够 所以它上在眼皮上呢 你既不会觉得它有点扎眼睛 然后又能够有那种泪光感 它就是你随便点一点点出来 它都会很好看 而且它不挑光线 哪怕你是弱光下 它也会很傻 我一般就是拍一点点在眼皮中央 还有眼头点亮点 这样子会有那种泪光感 然后又会感觉整个人柔柔弱弱 眼睛在发光的感觉 而且这个颜色它就是容肤度高 无论你是画什么眼妆 它都可以搭得上 接着就是我这个月发现的一个好好用的细节提亮高光 想必大家都听过BECCA吧 就我之前买的这一块特别特别亮的高光 我那天拿出来 我的天 这不就是最近很流行的这种超白的提亮吗 而且它是这种带珠光的 所以你直接点上去 它就会比较的明显 所以它就省得你去点一个哑光的 然后再去用珠光提亮 它就是直接一笔到位 就这样子提亮一下 这感觉又不太一样了 而且它用来提亮鼻头 我觉得也好合适啊 终于到红的部分了 这两支都是我这个月用到 就想立马分享的 首先是Kalaki新出的这个唇布精华 这支就很适合你平时不爱用润唇膏 然后嘴巴又比较干的姐妹 它就是这种非常好看的乌龙奶茶色 这个的话呢 它就是比较容易掉 你们需要经常补 它就是无论你是自然光 还是说东光效果 你这个颜色都好好看 就有一次我卸妆前 我在镜子前面照 我就哇 这颜色居然在灯光下更好看 这个颜色的话呢 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大家日常 像我今天画这种偏橘色系的妆容 用它就很合适 显得整个人比较的温柔有气质 下面这支就是我试到之后 恨不得拍100张 然后我还立马分享给大家 我说这个太好看了 因为我今年其实比较喜欢灰粉色系 很难得我会遇到这种 这种红棕色系会这么喜欢的 就是它薄涂出来的感觉 会给你有一种清冷高级的感觉 它薄涂就是这种有点红棕豆沙感 这支的话其实是比较适合秋冬的 而且上嘴它真的显白 它这个质地做得很舒服 就是哪怕你嘴巴干的情况下 也不会显得虫纹很多 它跟我今天的妆不是很搭 它比较适合搭配一些玫瑰色系 或者大地色系更有那种高级清冷感 你看它薄涂出来的颜色是不是好好看 就大家秋冬的话呢 就可以在成东再稍微叠加一点 这支我真的是强烈推荐大家 秋冬一定要去拥有